抓尖垂拨 保险套 两根毛照样送办 做个小手术也不准 给我点自由好不好啊 不是不准啊 现在都讲求科学办案 于宁斗六 五十八岁核心男子 与在按摩店工作的陆籍妻子 结婚六年 最近老婆变冷淡 别搞我卡的 昨天凌晨 他尾随妻子 与四十六岁张信客人 到一家汽车旅馆 报警桌间 警员赶到 妻子拘不开门 一小时后才堵到他们 男客便称 花一千带女子出场 进旅馆 女子睡觉他在旁看电视 七八百这么少 就像泡老娘 警方骗询不着 卫生纸保险套 找不到找不到 最后床上找到 两根卷毛当证物 以妨害家庭罪嫌 将客人及入妻 移送检方正办 董新闻云林报导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